海鮮節 剛剛區長介紹很多 這個海鮮節的活動 要不要上網去看 很多都已經報名而滿 那這個為了避免 這個是假新聞 所以說 我們要要求 封鎖 像這個 揪團油漆股 剛剛出 8月14號這一天 那我們希望說 所有的在家 開放名額 可以去玩 還有這個 洗保鏈50桌 我看現場的議員 任桌都不止50桌 所以可能要考慮到 要增加 還有要 要吃水 要吃水 要去體驗 我們也希望說 多增加一些 總之 要把七谷的海鮮節 給炒熱 帶動起來 那事實上 網路上要歡迎 就熱了 所以 我們希望說 如果錢不夠 師父來補 好不好 謝謝 我們希望說 讓七谷海鮮節 海鮮節 能夠變成 台南市的一個 重大活動 剛剛 我們的那個 介紹影片裡面 七谷海鮮節 聽說 秒數也蠻多的 還有海鮮宴 那個 那個名少年在那裡吃海鮮 一個人吃一桌 我們應該是很好 我們不能夠一個人吃一桌 很多人吃一桌 希望我們帶動大家暑假 大家來七谷清水 來吃海鮮 然後 這個 來逢吃水 一起 快快樂的 度過一個夏天 那我們也會加強 這個 七谷海鮮節 還有這個 幫忙這家家 的一個 沿海的這個行銷 希望說 能有更多的觀光客 來 去購 來幫忙 來這裡 遊覽 祝福今天的記者會圓滿 最重要的是 7月13號開始的海鮮節活動 圓滿成功 謝謝